接下來的話如果你需要去做查詢 那比如說 一般在Excel裡面需要查什麼 不外乎就是查什麼查文字 不外乎就查數字 那不外乎就是查什麼查日期 那比如說你今天想要快速的查到一個結果 並且幫你 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比如說 針對這個什麼地址查詢 假設我今天需要查什麼 查某一個 某些會員 他們住在 中校東路的話 那我會希望說他可以幫我新的工作表就叫中校東路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當然我這邊有個sample 就是這邊有多一個地址查詢 當我按下他的時候呢 他會跳出一個請輸入查詢關鍵字 那這個應該指的就是地址 或者你可以查其他欄都可以 那我講過了這個查詢 不只可以查文字 可以查數字 可以查日期 都可以 那我們這個的話就是查比如說中校東好了 中校東路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 輸入一個中校 東路 那我想要知道說 有一些哪些會員 他住中校東路 我剛好這也許是 我要行銷的對象 那我按個確定之後我希望 他能夠幫我新增工作表 並且 把 住在中校東路那些會員 通通都幫我放在那裡面 按確定之後 實際上這個就是跟資料庫 以前 你放資料庫查回來 其實道理一樣啦 那你幹嘛 繞一圈嗎 你乾脆就是 issail 來當資料庫就好了 查詢也在資料庫 新增 很簡單嘛 新增在資料庫 刪除修改 都可以在資料 在issail裡面完成 好 應該就沒有 沒有 有時候 小資料就不需要說 還要到資料庫 按確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 就會產生一個工作表 並且幫你把中校東路 你住在中校東路的所有的會員 都幫你找出來了 OK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設計像這樣的一個 簡易型的 查詢系統 裡面的話 看起來好像很 複雜 不過實際上如果你要自己寫Apple麻煩的 那這裡的話 我主要是利用什麼 幾個一個一個主要功能就是 查詢 特別主要 在issail裡面查詢 我想最 最方便的應該是用篩選 這個篩選應該各位都有用過了 篩選按下去之後的話 通常會放在第一列的某一個儲存格 然後你按篩選之後 他會在上方出現一個小箭頭 如果說你要針對的是 地址這個欄位 做文字篩選 那如果要關鍵字的話記得用包含 有沒有包含 你不要用等於 因為等於的話 變成你要一整串全部都等於 裡面的資料的話 他才會出現 那如果是關鍵字 通常指的是包含 也就是說呢 有這個關鍵字的時候 他會幫你篩選出來 沒有這個關鍵字的時候呢 就不會幫你篩選出來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找找什麼 假設我今天要找中校東路 好 那假設這個 那我怎麼找呢 文字篩選 包含 把這個關鍵字貼上 按確定 這個時候他只會留下這個 但是 問題來了 篩選 他沒有辦法幫你把它記下來 你必須要怎麼樣 自己動 手動把它記 所以手動 看 游標放在A1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做什麼呢 選取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意思是說 把它查到的東西先選取 Ctrl C 複製 再來怎麼樣 新增一個工作表 Ctrl V 貼上 貼上之後 欄寬不對 常用裡面 我習慣用 常用裡面的 這個儲存的格 跟正一下 應該是 格式 裡面有一個 什麼 自動調整欄寬 把這個欄寬幫你稍微調一下 調整OK之後的話 然後呢把這個工作表名稱 改為中校中路 這邊有一個 不能重複 把舊的這個刪掉 點兩下 把那個名稱 把它輸入上去 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再切回去 那這個流程 就完成了 把最後再怎麼樣 把它切回去 切回去之後 記得還有一件事 他現在在篩選模式 所以切回到資料 把篩選 記得怎麼樣 取消 OK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一個 最後你可以 有選取嘛 所以在旁邊點一下 OK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一個流程 可是 如果說你下一次要再查 那你要再再一次 很麻煩 所以你如果說希望 可以把這些動作呢 全部 串連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個按鈕 可以讓你查詢的話 第一個 你可以先在開發人員裡面 把剛剛的動作 把它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呢 特別注意喔 錄的時候也不能亂錄喔 一定要照 我在雲端上面的那個 動作 我在這邊給各位一個參考的流程 因為我怕各位 只要一個小動作沒做對的話 那後面的話就會 就會有問題 所以在這邊 有個叫地址查詢的 那我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 1 游標放A1 其實你放J1也可以啦 只要在 第一列上面 第二個 按篩選 他幫你錄喔 有沒有 你就錄字聚集之後 1 就放這個 2 篩選 篩選 篩選的時候記得輸入關鍵字 那關鍵字的部分的話 一般會出現 中 中校 東 錄 但是這個中校東錄 不是每一次都是要查中校東錄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變數 也就是將來的話 你可以 再去 更改這個 變數 然後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再錄下來這兩行 複製 新增一個工作表 最後的那個工作表名稱 可以把它改成你變數名稱 貼上 自動調整欄寬 再切回到原來的工作表 取消篩選 結束了 OK 大概流程是這樣的 所以呢 等一下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參考一下 我放在那個雲端上面的這一個 這個 這裡面的那個 應該是 好 然後呢 在做那個地址查詢的聚集錄製練習 我把它貼在這邊 那這個還蠻好用 以後如果你不會的功能 都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幫你產生 我把這邊稍微 OK 好 這個 先試試看好了 那等一下的話 我把那個整個流程 弄一遍給各位看 你們先 大概了解一下 第一個篩選功能 第二個 怎麼樣 可以幫你把你要找的資料 給找出來 好 不見得一定是文字 像數字 日期都可以 好 那裡面的步驟 你就照這個先做做看 好 然後等一下呢 如果做得熟了之後的話 可以先把它錄下來 好 那錄下來之後的話 它一定會幫你錄出 那個 我大概類似的程式嘛 記住就是自己在家註解 因為這個註解是我加上去的 那我來把它分成九個步驟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錄完之後 只要再修改三個地方 一 增加一個input box 二 把它的條件 改成我輸入的那個條件 三 把工作表名稱 改成你輸入的那個名稱 這樣的話呢 就會是一個查詢系統 所以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以後的話 如果你希望 你的 Excel裡面 你尤其是經常要需要查詢的 那個資料 也尤其有必要 你就多一個按鈕按下去 輸入一下 自動就把你產生的 好 這樣子不是非常方便嗎 當然還有衍生性的 但後面其實還有啦 批示查詢 比如說你建一個清單 自動全部幫你查完 放在你要的那個工作表裡面 不過這個大概是進階的版本 這個 也是從單次 變成多次 那很多事情 你只要有清單 你就按個按鈕 自動全部幫你查完了 這樣子其實還蠻方便的 每天自動幫你全部 產生你要的那個 工作表 這感覺其實還蠻棒的 只是這個是有點難度啦 不過 這個 批示的是從單次 衍生出來的 所以請各位 先試試看 就是說 地址查詢這個部分 先了解一下 我剛剛講的動作 然後呢 試著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 接下來 就錄製看看吧